Hello,大家好,我叫Betty,很开心能够认识大家,我来自中国重庆市是一位大学教师,我将会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介绍,自我介绍,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。 首先,我会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,汉语是我的母语,我曾获得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,我有六年的英语口语学习经历,曾经也主持过多次的国际交流活动。 此外,我也是一位视频创作者,喜欢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一些学习汉语的过程。 在教学方面呢,我擅长设计富有创意和互动性的汉语课程,我相信学习语言它应该是一种富有愉快的和有效的体验过程,因此我主动营造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,鼓励学生大胆地去表达。 在我的课堂上呢,我会带入一些小的jar和戏剧,在课堂的氛围当中,例如说,this is tissue,this is paper,but in Chinese,用中文说呢,都叫纸,三声纸。 同样的一个词语,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物体,中文是不是很有趣呢? 感谢大家花时间观看我的视频,如果你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有任何兴趣的话,我非常乐意成为你们的老师,期待我们一起共同探索美丽的汉语世界吧! 再见啦! 再见